以后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我田里柴骨 我愿意布施给你 从此这只孝顺的鹦鹉 再也不用为父母的饮食烦恼了 接下来请收看净土系列 马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欧弥陀经要解》 讲义的第三页 我们假设问答的第三个问答 这是为了要讲要解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它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有必要学习这一部《欧弥陀经要解》 所以它包括我们假设现代的问题 能够去回答它 第三个问题是净土是他立门 他立门 佛教分成两门 一个是自立门 靠自己修行 禅宗啊 天台宗啊 自立门 但是他立门呢 靠着佛立 那跟基督宗教他们讲的 因信称义 信者得救这种想法 差别在哪里啊 我们早上第一个问题是 净土法门 所求生的西方极乐世界 跟天国差在哪里 现在的问题是 净土法门 靠他立 跟其他宗教 靠神的力量 靠上帝的力量 靠招物主的力量 差别在哪里 同样是他立 为什么净土法门的他立 他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样引 偶艺那是弥陀要解 一样是六性的结文 他讲说 身性西方 依正主办 皆无现前 一念心中所现隐 全是即理 全望即真 全修即信 全他即自 我心变故 佛心一片 一切众生 心性一片 是名姓礼 如是姓礼 则而娑婆 即自心所感之慧 而自心慧 利应宴礼 即乐 即自心所感之敬 而自心敬 利应星球 同样是他立门 靠佛力 但是呢 靠佛力 跟靠神的力量 靠上帝的力量 差别在这里 首先要先深信 西方 依正主办 依 依报就是国土 依报就是国土 所以我们讲的 西方的依是什么 西方的依报 就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相 西方的正是什么 西方的正就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 西方的主 主就是阿弥陀佛 西方的伴 就是观音世智 清静海众 所以深信西方 依正主办 白话一点来说 就是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极乐世界 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 都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的影像 现前一念心 现前一念心 信不可思议 这就是弥陀要解的重点 它结合天台 结合成终 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拉回来 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弥陀要解讲的 很重视心性 但是呢 欧毅那师他在这一点很好 他说 西方极是唯心土 西方极是唯心土 离土谈心石岛殿 这是欧毅那师的原话 西方极是唯心土 不要觉得说 因为很多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有一种讲法 现在也有 这叫唯心净土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所以念自信弥陀就好 不用念外面那一宗欧弥陀佛 叫你念自信佛 念念回归自信 但是到最后 修行的方法呢 就又回到了一开始的观自信 如果观自信的法门 就变成自立的法门了 不是他立的摄取法门 所以呢 欧毅大师说 西方极是唯心土 我们要先追求外在的西方极是唯心土 但是呢 最后会回到内心 由外而内 那其他宗教呢 神是神 我是我 我依靠着神的救赎 我依靠着上帝的救赎 所以我升到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 他的救赎 他的帮助 都是他 他是他 我是我 自他是分割的 但是呢 欧毅大师在这里讲 西方一正主犯 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瘾 现前一念心性 所展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讲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为什么一切为心造很重要 他为什么可以破地狱 因为地狱是我们内心 不尽分所产生出来的 但是地狱有没有 有哦 有些人说 本无地狱 此心能造 此心消嘛 本来就没有地狱啊 本来没有地狱 但是记得 此心能造 是我内心 不尽分 所造出来的恶业 因为内心不尽分 所以起烦恼 起烦恼 所以造恶业 但是呢 造恶业 你就会受地狱的果报 虽然在真如体上 那个果报是假的 但是你受的时候 该痛还是痛 该割还是割 该入火坑还是入火坑 该入油锅 还是入油锅 痛的感觉是 实实在在的存在 持有 所以叫本无地狱 此心能造 此心消 我们用内心的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的道理 空观的道理 破除众生地狱的执着 但是呢 后来就了解说 原来既然地狱是 此心能造 此心消 极乐世界也是 此心能造 只是极乐世界呢 跟地狱的差别在哪里 地狱是虚妄分别 所产生的妄业 妄业所招感的虚妄的地狱 再说一次 妄业所招感的 所以烦恼向本体是空性 烦恼向本体极空 本体极空的烦恼向 所造的虚妄的恶业 就会感召地狱的恶报 三恶道的恶报 但是烦恼本身是没有自体的 不坚固的 不永久 它不是增长不变的 极乐世界呢 是我内心无量光寿所产生出来的 它是增长不变的 它不会消失的 所以全是即理 全望即真 全修即信 全他即自 这四个 全什么即什么 很重要 全是即理 因为有些人会讲说 理论上 我们要念理即佛就好了嘛 我们念理性的佛嘛 我们不需要再去念 外战的奥弥陀佛啊 甚至还有人说 我追求不娶不舍就好了 为什么要厌离娑婆 心求西方呢 欧主说 全是即理 我心厌到了极处 就是不娶不舍 我心求极乐 厌离娑婆 到了极处的时候 就跟不娶不舍 平等平等 同样的 我念佛念念念 由事项念佛念到 念到最后能够正到 事一心不乱 理心不乱的时候 他就是 理性上的念佛 他就是理性上的念佛 不是离开了这个 事项上的念佛 别有一个理佛可以念 不是的 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 我离开了事项上的念佛 我也不念佛 我也不打坐 我也不持戒 我也不修行 反正我就是了解 我就本体即空 当体即空 我理即佛 那你到最后受地狱报的时候 你还是地狱恶人 那不是 理即佛是理即佛 但是限受报的是 罪恶生死凡夫 所以我们要 真的要能够把这些事实 跟理想 把它区分开来 理想是 我是理即佛 事实是 你是罪恶生死凡夫 所以权势即理 这个权势 讲的是说 我誓持 事项上念佛 事项上持戒 事项上修行 修行到认认真真 恳恳切切的时候 本体就是理想 这只有偶一大师说得出来 他还有轻证过 有实证过的 权妄即真 这四个字也很重要 权妄即真 为什么药解重要 因为药解 它没有一个字是多的 它每一个字都是精练过的 都是精确的用字 权妄即真 权妄即真 内心 早上我们说的 大圣起心论的重点 一心开二门 不生不灭的心 开出来 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原念者生死 原念者分别 它就是心生灭门 它有生有灭 有苦 有乐 有种种的分别像 叫妄想像 但是呢 真是什么 真如门 妄想像 跟真如像 本体是一个 从内心 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中 你虚妄分别 就是妄想像 你不生不灭 你无量光 无量寿 你念欧弥陀佛 它就是真如像 全妄即真 所以我们凡夫的心 看起来是生生灭灭的 我们要用生灭心 创造不生不灭 很重要哦 用生灭心来创造不生不灭 如何用生灭心 创造不生不灭 我要圆着不生不灭的境 为什么凡夫 没办法解脱呢 因为凡夫的心 永远是圆着生灭相 首先来说 连续剧是生灭相 它有开拍的那一集 就有完结篇的那一集 然后呢 中间的剧情很简单 你爱我 我爱他 他不爱你 就这么简单 爱来爱去 逗来逗去 恨来恨去 到最后呢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大概都是如此 所以连续剧是生灭相 电动玩具呢 生灭相 打怪 升级 破关 打怪 升级 破关 打怪 升级 破关 到了最高点的时候 游戏更新 生灭相 同样的我所追求的东西 生灭相 考试 读书 工作 结婚 生子 有个开始 就有个消失 有个开始就有个结束 中间还有变化 永远为三苦所缠绕 苦苦 坏苦 幸苦 三苦所缠绕 苦苦呢 根本是苦 坏苦呢 本来看起来是快乐的 它会变化的 因为变化产生痛苦 决定人说肚子饿的时候 我要吃大餐 我吃大餐 第一口的时候感到快乐 第二口的时候 也还蛮快乐的 然后吃了一个小时之后 吃太撑的时候不快乐 叫做坏苦 它会变化的 所以呢 为什么今天要修行 为什么今天圆着西方极乐世界 在生灭相中 创造不生不灭 如何创造不生不灭 圆着不生不灭境 谁是不生不灭 欧密陀佛是不生不灭 为什么 无量光 无量寿 本体就代表着不生不灭 为什么叫无量 无量 不可以心思口意 叫做无量 无量光 无量寿 福报 智慧 功德 神通 道立 一一皆兮无量 代表一一都不可以心思口意 不可以心思口意的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 它就是不生不灭相 所以无量光寿 极乐国土 永恒不变 它的永恒不变 跟天堂的永恒不变 差在哪里 差在 虽然说我们了解 天堂会变化 但是呢 其他宗教认为 它是不生不灭的 那它的生灭相在哪里 就是你执着它不生不灭 但它其实是会变化的 极乐世界呢 无量光 无量寿 它不可以心思口意 所以它不生不灭 因为我们有限的生灭心 圆着欧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功德相 它就是不生不灭相 叫全望即真 第三个 全修即信 修 修得 透过外在的种种的熏悉 修得 它是要开显的什么 开显信德 修得来开显信德 由外在的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 为了开显自己本具佛性 那净土法门就很简单 由外在的持民念佛 开显内在的无量光寿 由外在有形有相的持民念佛 回过来开显内心 不生不灭的无量光 无量寿 叫全修即信 第四个更简单 全他即自 他 欧弥陀佛 自 自己 你说怎么全他即自 回到我们祖师说的 策务那师说的 一样是那一首诗 常常在引用的 叫 我念弥陀佛 念我 天真父子 两相投 我念弥陀 我念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也在念我们 天真父子 两相投 原来我们跟欧弥陀佛 一家人 为什么一家人 因为我念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也在念我们 这个道理出自于大势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 里头讲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义子 若子逃逝 虽亦何为 子若义母 如母义时 母子立生 不相为缘 若众生心 义佛 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十方如来 连念着我们这些 受苦的众生 像母亲 意念孩子一样 但是呢 如果小孩子 不意念妈妈 那没有用 要互相 意念 才有感应道教 所以呢 诸佛菩萨有应 他会回应你 要众生有感 我要对佛有感 所以才会感应道教 感应不是单方面的 我 有感 诸佛就有应 诸佛有应 要回到众生有感 就像我们讲的 什么叫加持 诸佛菩萨 大致如来 欧弥陀佛 他有能加的功能 但是回到众生 薪水上 众生要能持 所以 弘法大师讲 加持 是诸佛菩萨 不可思议功德 回到众生的薪水上 自心里头 但是呢 众生要能够持得住 所以诸佛能加 众生能持 这是一体的 同样的 众生能感 诸佛能应 感应道教 也是一体的 所以全他极致呢 我念弥陀 弥陀念我 我念佛 佛念我 我生西方 欧弥陀佛的愿力 就是要度化众生 生西方 我愿意去 这件事 感应道教 叫全他极致 所以后面讲 我心变故 佛心意变 一切众生 心性意变 我心变故 我内心 本来是 小心小亮 小里小气的心 我今天 原念着极乐世界 原念着 欧弥陀佛的 善功德 原念欧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 功德庄严 乃至于 我们去读读 无量寿经 欧弥陀佛四十八愿 赦我得佛 十方众生 透过四十八愿 慢慢开展 我们的心量 我心变故 我的心慢慢 从小心小亮 关心自己的家庭 工作 婚姻 生子 乃至关心自己的 考试成绩 关心自己的健康 从关心自己 到于片满十方 这就是大圣佛教 从关心自己 到关心众生 但是关心众生 是怎么关心的呢 我希望 我能够跟 欧弥陀佛一样 无量光 无量寿 叫我心变故 佛心一片 佛心本来就是 片满十方 要摄取众生的 所以在 《光无量寿佛经》里面 讲说 欧弥陀佛 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 有八万四千 随行好 一一好 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 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原来讲了这么多 欧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像中 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大的叫像 唯系就叫好 大的叫像 唯系就叫好 然后每一好呢 又流出八万四千光明 这样层层叠叠 现在就是无量光了 无量光 光光去摄取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欧弥陀佛的光 是在遍满十方 在加持 在摄取 甚至在寻找 哪一个众生在念佛 哪个众生内心 有无量光 无量寿的功德 哪个众生 开始想要回到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就摄取它 所以叫佛心异变 一切众生 心性异变 众生的心性 本来就是遍满十方的 只是我们通常都用这个 遍满十方的心 在造恶业 所以白话来说 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 越来越推陈初心 因为众生心性异变 他用那个 本来不生不灭的心 想方设法 有什么新手段 想要去诈骗众生的钱 乃至于现在的毒品 越来越新型 为什么 他们就是想方设法 用不生不灭的心 开展出无限的可能 在造恶业 同样的现在的杀业 为什么会越来越兴盛 师父经常看过 有那种自动剥虾器 有人发明出来的 以前还要手动剥虾 现在自动可以剥 他们有什么 用你不生不灭的心 在想着怎么去伤害众生 所以众生的心 本来就是心性一片的 它能够圆着十方世界的境界 但是呢 我们没有圆到佛境界 没有圆到 欧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寿 不生不灭的境界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 永远都是罪恶生死凡夫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我心片故 先从我开始 我自己念佛 我心回到无量光寿 功德庄严 我心片满十方 跟欧弥陀佛一样 光明片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当然那是理论 实际上做到要去极乐世界 那佛心一片 这佛心是本来就已经 片满十方的 一切众生心性亦变 众生的心性也是片满十方的 所以现在操作很简单 我念片满十方 无量光无量寿 法界葬身的欧弥陀佛 往生到无量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 再用这个不生不灭 无生法忍的心 乃至于不生不灭 功德庄严的神通道理 来广度十方世界的众生 让他们都回过头来 从生灭相回到不生不灭相 这就是成佛度众生的方法 但是中间要有什么媒介呢 中间要有个清净的国土 让我们的那些杂染相 烦恼相 生灭相不会升起 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 所以因为极乐世界 是我内心的禁焚 那里没有烦恼相 没有杂染相 没有种种的妄想相 所以在那里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帮助众生 是名姓李 如是姓已 则娑婆即自心所感之会 而自心会 理应燕离 娑婆世界是自己内心的污染的部分 我们讲说 不清净的 染分所显现的 那既然是自己心净的染分 不是我不要这个心性 而是说自心之会 理应燕离 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的燕离娑婆和厌世不一样 厌世是我不要这个世间的 那净土法门的厌离是 这个世间之所以不清净 这个世间之所以有烦恼 这个世间之所以有人我对立 是我内心所产生的 但是呢 我要抽离出这个人我对立吗 靠自立做不到 所以我要去原念着 奥密陀佛的功德相 净分升起了 染分就减少了 就像说千年暗示一灯能照一样 千年的黑暗 你不可能去消灭黑暗 但是我们让自己内心光明起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自心的染分怎么去除 原念着净分 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装眼相 就可以让内心的染分 渐渐淡薄 所以这一堂课其实讲了蛮多心性的道理 那些心性的道理呢 它本身可以印证净土法门 不是心外求法的宗教 不是偶像崇拜的宗教 不是盲目的信仰 它是有不可思议的道理在做基础 但是虽然不可思议 它是我们可以渐渐地 暂说它少分的功德 所以我们才尽量站在要解的角度 去认识我们的心性 那透过认识我们的心性 最后我们才会对这句佛号 升起不可思议的信仰 跟功德相 才可以让这句佛号念得下去 那念这句佛号 才能够印证我们心性 本不可思议 愿消累劫诸夜障 愿得佛会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娑婆 愿佛皆引身安阳 佛密陀经要节先学习到这里 向下文长赋予来日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就苦就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舟忠明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灾界 即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观音的慈悲 佛经中说 妙音观世音 半音海潮音 圣离世间音 事故徐常念 在所有的声音当中 念观音菩萨的声音 是最殊胜的 它是海潮音 是最殊胜的妙音 大家请共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我能得 无尽悲心 利益众生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广告世音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